很多事情都像这样子 网路上大家都说 这样子保养一个月就能够变白 这样子准备日检三个月就会通过 但你去试了 除了发现自己并非天选之人之外 完全一无所获 那到底是这些网路上的写手在乱掰 还是这其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咧 我们今天就想从培养习惯为目标 来讨论一下这其中的真结点 那么先从一刚开始的规划说起 古川认为在这个阶段有两个原则 首先是一次只要培养一个习惯就好了 用案例来说明 保罗他的BMI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 来到了外太空 本来他根本不以为意 直到他上周去了同学会 别的不说就说说那张合影好了 他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自己在照片里 比较像是受邀回来的老师 而不是同班同学 就是这股贱人让他开始想要瘦身了 于是他希望透过规律运动 搭配上截止饮食的手段 来最快地达成目的 但是这种做法对意志力 本就有限的人类来说 太过勉强了 因为除了前几天能够凭借着冲动 去完成之外 后续他也容易因为生活形态 被大幅度的改变 而觉得好不舒服 这会让他能够持续下去的几率下降很多 那第二个古川提到的原则 就是不要将这个习惯设计得太过复杂 例如说保罗可能会为自己设下 我要早上骑单车去捷运站 到公司之后走楼梯上去 中午饭后要散步 下班之后去健身房 今天一个人会这样子设计 通常是觉得可以这边补一点 那边补一点 这样一整天下来就可以累积很多 可是人类是这样子的 越复杂的事情就越不想去做 麻烦的事情也会慢慢变成放弃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应该在这其中 找到一个最能够直达目的的行为 然后只专心地把这个行为 当成要培养的习惯就好了 说完了以上这些规则之后 我们马上可以踏上旅程 第一个阶段称之为反抗期 大约就是刚开始执行的第一个礼拜 在这个时候 你会因为开始执行而超级雀跃的 但同时间 你的身体也会持续地跟这个习惯做对抗 所以古川给的建言 是我们可以降低分量 例如说 你原本要在下班之后 读个30分钟的CPA教科书 但在这个阶段只需要读个10分钟 如果你原本要控制摄取的热量 现在只需要少喝一杯饮料 如果正在戒烟 那就先少掉两根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其实 就是为了让你的动力 不要在这个阶段就被耗尽了 也好让你的身体 先不要产生太大的抗力 这种感觉很像是蛋糕店的做法 他们都会把蛋糕切成好小一块 这样子才能够让你吃了之后 想再吃更多 接着我们度过了前几天 来到了所谓的不稳定期 你大逼会在这个阶段 维持两到三个礼拜 那你首先要做的 就是必须将分量调选回来 像是要戒掉甜点 现在就完全不能吃了 要6点起床 就该6点起床 这种分量的提升 理所当然的 会让你的身体出现更大的反抗 可是呢 因为你在这之前 已经让他们两个初步接触过了 现在的反抗力道 它会比较小一点 那撇除掉这一点 外界的影响到这个时候 才会开始明显起来 你知道的 生活它本就是一个大卤面 什么都可以加进来 例如说AWS服务困断了 怎么可能准时下班 还有 你的哥们忽然找你去 sneak pick喝一杯 谁还管你的睡前冥想10分钟啊 于是到了这个阶段 你的最大敌人 会从内心变成了外界 简单来讲 我们不再只是蹲坐在家门口 修炼内功 而是得面对来自外界的气缘战 所以呢 设定例外状况来见招拆招 就是这个阶段的功课 好比说 如果今天超过了8点才下班 就不用去健身房了 换成在家里做瑜伽就行 那如果你刚好在节选开支 你可以设下 如果今天刚好有聚餐 则可以把今天额外所花的 在这个礼拜去做摊平就行了 这种应对招式或者说例外事件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 尽可能地将外界的影响减到最低 让我们做出让步 但不至于中断 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意愿 在这个突发状况过去之后 持续为了不中断而努力 那么倘若你到现在还没有放弃 大约过了三个礼拜 这个习惯可能会不经意地 嵌入在你生活当中的某个空隙里 例如说在你晚餐之后 还是睡觉之前 这种让新习惯 依附在旧习惯的组合 其实是很棒的 它会让你做起来更没有阻抗力 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了 这个阶段称之为倦怠期 在倦怠期的人们容易变成一个哲学家 这小子会思考 我干嘛要培养这个习惯了 它根本就没有意义啊 也有可能是这个习惯 还没有为它带来明显的好处 所以才会让它起了疑心 其实呢 不光是在培养习惯时会这样子 两个人今天在一起久了 一份工作做久了 都会让一个人开启哲学家模式 所以我们不该是去逼自己别这么想 而是为他找到疏解方式才对 好比说 你可以试着增加一些新奇感 拿结齿当成范例 如果你每天都是吃鸡胸肉和烫心菜 那你现在可以换道食谱啊 或者到外头买低热量餐盒试试看 拿学诚实语言来讲 你可以先别再打开那个又臭又长的教学了 趁着开启一个新专案 玩玩新的框架杯 总之 就是别让自己跌入这个倦怠的围圈 用新奇感拯救自己一把 到这边 是从反抗起到倦怠起的简单介绍 那这其中介绍的方式 其实是通用的 例如你可能在第四天时 就觉得这个习惯还真是无聊啊 你就可以为他增加一些新奇感啊 你也可能在倦怠起时 仍然预见种种的突发状况 拿出应对方式 不要因此而断掉了 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 还有一些小方式能够提供辅助的 例如说 你可以用阅历 简单的记录 每一天是否达成 达成就给圈圈 没有就给XX 这个方式的作用是 它可以在你还没看到实际的结果之前 就先有个小小的成就感 另外你也可以为自己设计专属的仪式哦 像是你可以先听一首最喜欢的歌 再开始你的读书计划 你也可以在打扫家里时 配上一杯刚煮好的黑咖啡 总之 就是要想清一些办法 让我们去做这些不容易的事情时 有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就对了 说到了这边 我还有什么心得吗 那我就拿一刚开始的问题来说好了 其实在网路上 很多人说他这样准备三个月 就能够通过考试 不一定是他为了流量而瞎掰的 或者说有些人说他就正常吃啊 谁知道他就受到吓死人 那我觉得 导致他做到了 但我去原地打转 原因可能是 我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的状况 给考量进去 上次我有考虑到 自己超容易分心的吗 所以 我读30分钟跟学霸的30分钟 是不同一件事情 还是说 那个受到不行的家伙 他是不是不碰饮料 或者说他本身就有消化到的问题嘞 总而言之 我觉得啦 像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状况 给搞明白搞清楚 那不光是对今天讲的培养习惯 是有帮助的 而是我们之后 不管再计划些什么 成效都会更好一点 我是Vincent 播客来五分钟阅读计划 陪你轻松读一本好书 我们下次见 拜拜